它是被譽為直佛夾介入的外馬屎 而且是沒有壓力的 即是機器在家裡 你喜歡什麼時候打 什麼時候有空就打下去 其實我最近也有幾條影片 是有用到這部機器去拍 但買完之後 我就後悔了 如果我是打機的女生 一定會買這個 Hello 大家好 我是Sylvia 今天這條影片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最近入手的一些小電器 很多不同的種類 有些女生扮美 有些是拍攝 有些是平日日日都會用到的東西 當中有些我都覺得挺好用 我自己都經常去用 有些就不知道我不會用還是什麼 我就覺得好像有些 買完又放在這裡沒有用 有些浪費錢的感覺 所以都想趁這條影片 跟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一起點評一下 如果想入手他們的朋友 都可以當作一個參考 第一樣就是這個 是一個直佛夾 牌子就叫做Bio Programming Miffy介紹給我的 聽人說這支直佛夾是很神級的 它是被譽為直佛夾的外馬屎 它同一個品牌 還有出賣一些風筒和卷髮棒的 在未用之前都令你驚歎的地方 就是這支直佛夾價值10萬日圓 說起我都折一折 到底為什麼它要這麼貴呢 到底它有什麼優點呢 為什麼要燒到買呢 就是因為它是可以幫你頭髮造型之餘 都是一個護髮的神器 正常的頭髮 面對一些熱力 這麼高溫都會令頭髮損傷 但是這一支我看回他們官網 他們就有個獨家的技術 量子級的物理學 研究這些基因 細胞改變 我又上網看了一些其他實測片 不停地夾 同一支頭髮 夾一個小時 然後再用頭髮去做分析 反而那個順滑度 光澤度 還有頭髮的水分 都提升了 然後我又看了它的物料 即是它的陶瓷板 它就說它用了全世界唯一一間 可以生產這種物料的公司去做 它的用法其實都跟普通的直髮鏡 沒有什麼分別 它有個開關鍵 還有有不同的溫度可以選擇 就由40度開始 去到180度 一點要記得 就是你用它來夾頭髮的時候 不要塗任何的頭髮產品 因為它就說裸髮 你什麼都沒有塗的去夾 反而是對那個髮質最好 配合它的科技和物料 我自己其實通常都會用到最高的180度 我都用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 夾完之後那個順滑感 那個光澤度是有的 但如果你說夾完之後 那個即時的視覺上的效果 用它和GHD的分別 我自己就覺得是不大的 GHD其實夾出來 那個效果都很順滑 很有光澤 是挺不錯的 不過它就沒有得調校溫度 還有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拿GHD去外國用 因為它是一個國際的電壓 但我之前用那些正方形很大塊的轉插 就搞不定就會壞了 它的價錢其實都很優勝 GHD是這個Bio Programming的一般價錢 所以買這一支 我就是本著一個不雙頭髮的盼望去入手 我再用多一段時間 如果覺得髮質是明顯有不一樣的時候 我想我會入手同一個牌子 它都有出風筒的那些 然後第二樣東西 也是一個美容 叫做扮靚的小電器 這個牌子我想大家應該也有聽過 特別是女生 因為也有很多人分享過這個牌子的機器 它就是You Like的 我不算是很衝動入手電器的人 但是我是很容易被朋友燒到 我之前All In也有用過 它們這個牌子的另外一部機器 我就問它它真的不錯 然後她說 對啊 也挺好用的 所以我又更加想去試 它就是一部叫做超光炮美容宜 是一部可以在家打斑暖敷美白的機器 類似你出去美容院做的M22 牛奶光那些機器 它是臉和身體都可以用的 為什麼它這麼吸引我去試呢 其實是因為我有一個小小秘密 就是我的肚位 即是胸剛剛對落那個位置 但是那裡其實是有一些陳年的式班 因為你出去美容院打斑 其實通常都只是打臉 很少說會去打一個這麼小的身體 還有這些比較深的式班 就算你出去打 都要比較長的時間才可以探望到 我現在也是一個主婦 我就覺得 沒理由為了一個又不是經常看到 又不算很大的位置 怎麼走出去買療程 又不知道要買多少格 又不知道要限多久要打完 好像自己在家打的性價比它高很多 而且是沒有壓力的 即是機器在家 你喜歡什麼時候打 什麼時候有空就打一下 就不用說你買了多少格療程 你去過家 然後又要延伸這些問題 整件事比較方便和輕鬆一點 還有除了淡斑 其實它還可以做到一些 亂白去紅的效果 臉皮膚都可以用的 打完之後整體均勻一點 白淡一點 它們採用了一個創新的光學醫美科技 DUOLITE 超長波組合光 用雙波雙光同時打進皮膚 極碎黑色素同時促進代謝 可以更加有效率地做到淡斑暖白的效果 還有這個技術的穿透力都更加強 光線不會只停留在表皮 而是深入深皮層 由根源減淡色素 也可以刺激皮膚的膠原生長 全方位地改善肌膚的問題 它的用法都很簡單 你穿了一部機後 快按開關鍵就可以轉換不同的模式 有三角不同的模式 NIR這個牛奶機模式 就是做亂股去黃 它可以打得很深層 做皮膚的彈性和細紋的護理 然後Redness去紅模式 顧名思義就是做一個去紅舒緩改善敏感 而Breiton淡斑模式 就是針對一些深層的斑點 做一個淡斑去印 打之前是不用塗任何東西 臉我會用膠紙遮蓋了有墨的位置 再戴護目鏡 那個護目鏡也會有少少阻擋 所以你自己練了幾次 打熟了之後 就可以直接合上眼去打 腰位我用Brighton模式 操作都很簡單 NIR模式按一下打光仔 就會連打 留意眼的位置不可以打 我看說明書 甲狀線大動脈大靜脈都不可以打 所以應該是不可以打頸部的位置 它的機頭是冰冰涼涼的 打的時候完全不會覺得很熱 是完全不痛 Redness模式 通常轉天氣 或者皮膚比較敏感才會用 它的觸光口都很大 又有連打模式 所以很快就做到很大的範圍 這部機頭可以連續幾天打 每次可以打3至5分鐘 它都有研究報告證實效果 我自己的用後感 因為我皮膚也算是挺敏感的 我自己真的很勤力 連打到3天 還要打足兩個模式 我是打NIR再加Brain 這樣打法 但我都完全不會覺得皮膚很乾燥 或者出粒粒 任何敏感的情況都沒有出現 所以這個我都親測過是安全的 用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 我都是按自己的時間 不是每天都打的 但有時候都會很勤力 3天連打的 假日再3天連打的都有 我自己覺得勤力打的那一段時間 真的膚色均勻一點 而且沒有那麼暗黄 打完後我會再敷面膜 所以整體皮膚的狀態 我覺得真的有好 但如果像我的肚子那些 比較深色的Brain 就不會說今神奇 你打幾次就消失了 要比較長的時間去打 才會讓它慢慢減淡 有興趣入手的話 也有一個標誌 可以給大家立即減800元 另外還有很多藉品送 我會直接把連結放在 大家可以按進去就方便一點 還有還有一個15天免費試用 大家也可以試試它 第三樣東西 我現在都在用著 就是一個拍攝的工具 其實我最近也有幾條影片 是有用到這部機拍攝 它就是 DJI Osmo Pocket 3 我現在換一換相機 讓大家看看這部機的本尊 這部就是它的機身的本尊 很小、很輕、很方便 其實這部機是被花花燒入手的 在花花推薦我之前 其實我去釜山那次旅行 看到同團的Youtuber 很多都是用這部機的 所以那時候已經有點心動了 再加上花花推薦那一把 我就立即上網按了 我買了這個Creator Combo 我用了之後真的覺得很好用 還有你們看了影片之後 也有 feedback 告訴我 為什麼那些影片好像高清了這麼多 平日好像沒有那麼高清的 我現在在拍攝這個就是 Canon 機 大家看到那個 difference 就是用 DJI 拍攝 整個鏡頭是幅度很多 本身獨立自己的一部機 是這麼mini的 剛才插著那個是它的後備電 開機方法也很簡單 就這樣撥螢幕 它就會亮起來了 整個Combo的價錢我沒記錯是 五千多元左右 那它除了本身的鏡頭 它這個組合還會跟一個 歪一點點的小類鏡 你可以這樣磁石吸在前面 就是這樣它就會那個鏡頭歪了一點 除了橫拍之外 它還可以這樣直拍 然後它關機那一刻也很帥的 你就這樣 然後它就自動 回家了 那這個麥克風 就是剛才大家聽到的聲音 都是用這隻麥克風收音的 然後它還有跟這個小小的腳架仔 這樣插下去就可以抹大隻腳 你可以放在桌面拍片 我開拍攝的用品 下一樣都是跟我拍片有關的 但它就不是一部錄影的機器 而是一個輔助的小工具 那個牌子呢 近年都應該挺受歡迎 就是Insta360 我自己也有另外買它一部 細細的白色的機器 那一部就叫Insta360 GO 是可以放在胸口 很細部四圍鈴 又防水 然後又可以給薯餅第一次試過 這次我就不是跟大家分享這個 我最近入手 就是這個Insta360 Flow Pro 我在IG看到有人用這個東西 我看它很棒 我追蹤著個人 又好像很穩定的樣子 我就傳給老公看 誰不知第二天馬上買了回來 但是買完之後呢 試了實物的重量 還有那個大小 我就後悔了 它不是一個拍攝的機器 而一個輔助的工具 iPhone也已經有點重量了 它這支棍子 是比我想像中重一點 買了回來之後 我也沒怎麼用過 因為它的價錢 其實是大約一千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預算 可能未必會買這個DJI 那你買這個 就同樣可以做到追蹤主角的功能 如果你的iPhone是比較新的型號 你就這樣手持拍片 那個穩定性 防震 各樣東西都已經做得很好 不需要另外再加一個Stabilizer 對不起 老公花了錢 不過老公堅持他會用 而且他覺得有用 接下來這件東西呢 我想如果大家 不是用Pro Max的iPhone 或者你的電話很快沒有電 相信你都一定每天 每天都會用到這件東西 就是這個尿袋 這次這個 都是老公入手的 其實他說是一個香港牌子 就叫做MOMAX 如果你那天的袋子比較大 這個可以拿出去 這條線是我自己配的 它原裝就是這樣 它都已經跟了一條小線 但是它就是Type-C 如果你用Lightning的話 你就要自己搏另一條線 它還有一個USB口 還有一個Type-C口 這個就有2萬個MAH的 如果你露營 晚上沒有充電的話 戴這個大的就很夠了 旁邊這個位置按著了 還會顯示現在的電量 如果你那天拿一個小袋子 你想輕一點的話 這兩個都是5千個MAH 就只差到一次 這個我上他們官網看 好像賣光了 找不到 它可以這樣伸出來 插一個Lightning頭 然後這邊就是Type-C口 它旁邊又有顯示 剩下多少電量 希望它之後會再補貨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這個它有一個Type-C口 你可以自己薄線 因為按一個按鈕 它又會有著燈顯示的電量 它不用用任何線都可以 因為它是磁吸的 就這樣 電話就在充電了 之後下一個東西 是同一個牌子的 但又是小服 沒錯就是它 又是MOMAX這個牌子的 一個手提吸塵機 家裡有貓貓 我們經常撥沙 或者去完沙盤走出來 那些肉球就會卡住少少少沙 而且有時候吃東西 可能有些碎 那些掉在地下的沙發那些 用這些小的吸塵機都是比較方便 可以即時快一點吸 但又有一個問題 不知為何這部機 它只有一個按鈕 就是開關 不知為何開了它之後 它是很難關機 我現在試一下我手氣 現在按開它又有些問題 然後又亮了後面的燈 但你永遠不知道怎樣 鎖那顆按鈕會亮 然後我現在想開吸塵機 是這麼厲害它也沒有反應 不知是我這部機的開關按鈕 是出現了問題 還是 它真的這麼難控制 我真的滿頭都是問號 最後一件事 最近見過姐姐 她是前回去了日本 我又特意大托她帶回來的一件事 3Conser 有一個很漂亮的手提 付稅也是2750日圓 但帶回來後才發現 後面寫著是Switch用 老公平日玩這個PS5 玩這個PS5 就會用這些手掣 所以她玩PS5 就無法配合這個手掣 為何樣子那麼像 我們女人真的不認識這些東西 明明看這個盒是一樣的 她是想像中有質感的 真的有點重量的 完全不是輕飄飄那種 好漂亮喔 如果我是打機的女生 一定會買這個 如果配合到Switch那裡 再試試它的反應 再在IG跟大家報告一下 它好沒有用 這條影片提過的產品 我全部都會放在下面info box 就有多些資料 不知大家會有興趣 入手偏用又或者有些什麼 大家都是跟我一樣買了的 我覺得沒什麼用的東西 會不會你們又覺得好用 其實原來只是我不懂用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記得當中的U-like打扮美容機 是有限定價的優惠 如果大家買之前 記得入購曲吧 多謝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